hello 欢迎学习爬中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CM当中的这个一个制定啊 叫做行为链 那么什么叫做行为链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哈 比如说现在你假如要在这个页面上面 要做一连续的一些动作啊 比如说你要在这个地方要点一下东西 对吧 然后接下来第二步要把什么的一些文字 输入到这个里面去啊 接下来要在这个地方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啊 那么这个行为链一个这个链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 这几个单中跟大家讲的这个东西来完成啊 就是这个行为链啊 这个行为链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这几个的话我们讲的是个比较简单的哈 就是以那个在百度里面输入一个关键字啊 然后的话就点击那个搜索为例 来跟大家讲解这个行为链好吧 要用这个行为链的话 首先啊 你需要使用这个什么呢 需要从这个 需要 需要 需要以这个driver啊 把这个driver传给这个action 这个一个这样的类啊 传一个这样的对象 接下来的话 再在这个对象上面 再去做一些相关的动作 比如说啊 移动鼠标在某个元素上面去啊 那么就是move to element啊 就是input的 移动的这个标签上面去 对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这个标签 去发送一些这样的文字 去什么呢 输入一些这样的文字 那么就是set keys to element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 输入完文字后 我们要把鼠标啊 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这个点击按钮上面 那移动到这个搜索按钮上面 那么我们就是move to element啊 好 移动完整 接下来我们就来执行这个点击之间 那么就是click 对不对 好 最后的话啊 在什么呢 在统一掉用这个perform 统一掉用这个perform 就像是把这个链条上面 所有的事情按照这个顺序来 执行一遍 拿来执行一遍 好吧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就来通过这个代码的方式 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啊 好 然后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 代码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把一些相互的代码 来把它给拷贝一下啊 好 来到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来改成这个百度的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创建一个这个行为链啊 创建这个行为链 首先的话 你也需要导入去那个类 来导入一下啊 form这个signal sre from sre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web driver 点那个 common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actiontrace import 来下这个import 来下这个什么呢 actiontrace啊 然后的话 在这边创建一个人对象 把这个driver传进去啊 好 接下来的话 在这个行为链上面 再做一些这样的项目的事情 对吧 呃 比如我手机的话 我们现在把项目的量子把它给选中一下 好 首先在选中那个什么呢 那个input的标签 以及那个点击按钮啊 那么就是input的那个tag 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driver 点 driver.fund byd 他是那个kw对不对 接下来还是那个submit bdn啊 等这个driver defineadment byd 然后是这个su对吧 好 拿到这两根标签 以后接下来啊 就来做这个行为了 首先它的第一部分工作啊 就是去把这个鼠标 移动到这个input的标签上面 对不对 那么就是action 点那个什么呢 move to element啊 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这个input的标签上面 接下来再来给这个input的标签 再去发送一些这个数字 对吧 我们去action 点那个什么呢 send keys to element啊 然后是这个input的标签 接下来是那个python 对吧 好 接下来的话 再把鼠标移动到那个点击按钮上面去 action 点move to element 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这个submit的逼听 对吧 好 接下来再来执行一下这个点击之间 action 点click啊 click 然后在哪个是按钮上面呢 在这个submit的按钮上面啊 接下来actors再来统一perform 这样的话就可以将这个行为链上的面 这些东西把它给执行一下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 好 可以看啊 是吧 在这个地方 然后点击一下 ok啊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种的行为链啊 一个种的行为链啊 当然好 这个行为链上面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啊 有那个呃 点击并且后的 点击并且后的代表是什么呢 代表是点击 但不松开鼠标啊 但不松开手标 然后还是右键啊 就是contest click 就是右击啊 右击啊 这右击的这种方式啊 然后还有双击啊 还有双击啊 那么这地方的话来打开下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打开下我们的这个API啊 就是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UR也放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好 就这个action trace里面啊 点击有点击呃 还有上线文点击 上线文点击的话代表就是右击的意思啊 然后还有那个双击对吧 还有那个拖拽啊 还有些 呃 其他这个拖拽 by offset 就是移动多少位置啊 还是某个键盘被按下去的 对吧 呃 还有那个move by offset啊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啊 嗯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不去 呃 过得讲解了吧 因为在我们的爬虫当中啊 这个东西 这个行为例啊 说实话用的 用的不是很多啊 用的不是很多 这个行为例的话 一般在那些测试的能量里面啊 就用的比较多 有些时候他还是要在这个网页当中 去测试某个东西对吧 比如说 呃 我要去测试一下某个 呃 那个 某个某个某个按钮 我在拖着的时候 或我在做什么样的操作的时候啊 该执起什么样的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对吧 那么可能就会这个行为例用的比较多啊 在爬虫当中啊 这个东西用的不是很多 好吧 这地方啊 大家就是说啊 当这个了解 或是啊 能够理解这个东西啊 当然更好了 好吧 不理解做个了解也是可以的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期课程就讲到这里吧啊 感谢大家